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青海省海东市六都区 挤开青海明长城陈峰的历史 我们考察的时候就是每一步 就是都是顺着这个长城就是一直走 传统牛角工如何制作 山村设建赛有何讲究 这是在做什么 这中间了 保新要垮滑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维节目 长城内外第98集 长城下的弓箭之箱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离开甘肃 进入了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乐都地处黄水中有 境内大部分为山区 我们现在来到的北山属于七连山系 黄土高原从这里开始向青藏高原过渡 高大荒芜的山林被沟河深深切开 这里的地形风貌百万年来从未改变 但已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长城便是其中之一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青海省海东市的乐都区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青海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 许多人在提到青海明长城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的陌生 这一点并不奇怪 因为在七年前 中国的长城地图上 青海还是一片空白 但是当地人曾经在这些山谷当中 发现过不少的土墙和沟壕 可是因为当时山高阻隔 信息不畅等原因 当地人并没有把这些 断断续续的土墙所连接起来 所以说他们称其为边墙 在2008年的时候 由各方专家组织的一个 长城考察活动开始了 那么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专家们经过反复的确认和验证 将这一段断断续续的边墙 所连接了起来 那么青海明长城的雏形 也就由此呈现出来了 经过两年的考察 这样一个全长323公里的 以巩卫西宁为目的的 青海明长城 被正式地列入了 中国万里长城的行列 对于这样的一段长城 它背后又发生过哪些故事 比如说它是被何人建造的 何时建造的 带着这些疑问 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明长城 青海省东部 素有海藏咽喉 西域之冲城位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明代中起 明政府在青海设西宁位 称为辖制青海的重要位所 几百年来 在青海东部的村中和山间 经常能看到一些土墙和壕沟 当地人称之为边墙 关于它们到底是不是长城的一部分 人们一直存有疑惑 2007年 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的专家 来到青海 通过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 与历史资料的详细比对 确认这些土墙豪潜 正是明代修筑的防御工事 2008年 一场由国家文物局 和青海省文化厅联合组织的 长城考察活动开始了 各个县区的文物考察工作人员 历时一年 将青海境内的明长城全部刊定 我们的向导蔡林海老师 是当时的领队之一 从2008年就开始在科哈查这段 就是乐都县的这段长城 也是我们亲爱省省新发现的一段长城 然后我们在甘青交界的地方 也是我们的卢花乡 跟甘肃的连春镇 交界的地方开始做测量 然后就说把这段长城给 往里面做了记录 蔡老师告诉我们 受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乐都地区的明长城 大部分在山体上修筑成豪茜的形式 它因为这边的山坡比较陡 然后山谷又比较多 然后它这个地方就采用了一种 就是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式 采用豪茜的 它省攻省力 然后又很快地就能把这长城就修建起来 同样达到跟墙体一样的发育目的 豪茜是指展销土石山崖形成的墙体 修筑嵌墙时将山体外部挖销成陡峭的断崖 使敌人不变盘登 这种修筑方法据考证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但这种墙体很难保存 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后 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样貌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条沟是豪茜吗 这条沟不是豪茜 那原来挖的时候就挖这么浅吗 不 现在已经被填充了 这个倒就把它给填充了 然后再一些这些落土也把它给填充了 所以你看的不是很明显 实际上这种沟茜我们做过解剖 它宽度有将近4.5米 然后深于4.5米 实际上很宽很深的 然后它又把这里头的土又向那边 它又堆成一种土龙一样的 实际上它也是墙体的一部分 但它不是打夯起来 实际上它就是人工堆住起来 也很有特点 如果不是专家之音 我们根本无法辨认出哪里是豪茜 哪里是后来修签的道路 但在蔡林海的眼中 这段豪茜长城却非常清晰 蔡老师介绍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叫做碾线沟 在乐珠区 这样的沟谷共有12条 明代的豪茜则横穿了这其中的9条生谷 你看对面那个山脊上 就有一条豪茜 只从对面的这个山脊 然后就是通过翻过这个山脊以后 它就跟那边 是那个凹进去的地方吗 对 就是凹进去的那个地方 它顺着很陡 很陡 然后就是它就 它也是沿着山脊上去的 对 它这样的话就能缩短距离 然后减好工程量 青海明长城 近于明代中也 郑德年间 由沐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部落 曾多次进返西宁位 而随着河北 山西 陕西 甘肃等地长城的修建 原住沐于 近内蒙古自治区 河套一带的安达部落被迫南下 于明嘉靖年间进入青海湖地区 西宁位的防御称为当务之急 从明嘉靖年间直到万历年间 明政府断续修建了 保卫西宁的土墙豪浅 全长363公里 并营建了很多与之配套的设施 如烽火台 冰堡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像这个前面的这个 就略天四个三角形的 有一片地的这个地方 是原来的一个 控制这个碾线沟通道的一个冰堡 像这个现在呢 我们能看清楚的呢 只有一些就 断断续续残破的一些墙体 对 团内的一些设施和建筑呢 早就已经就是在平年土地和 历经几百年的这种分野 早就已经是 就现在是地面 已经是看不见了 它原来也是有墙体的 它原来的墙体比较很高很大 很宽可能 那当时这个驻兵镇 它在这驻兵的时候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为这条沟谷呢 它是一条就是交通的一条 就是通行无阻的一条道路 一条孔道 所以说它就要握住这个一个管口 所以在这像洛东县 一共有十二个 它就每个这个峡 就是这种峡谷 它都要是一个峡谷 这相当于是一个绍岗 相当于一个绍岗 关卡 据史料记载 当时这样的冰堡有很多 驻兵有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 战争时期驻兵屯粮 和平时期管理商道 对于当时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 有很大作用 但明朝的民工和将士可能不会想到 几百年后 他们的辛苦与努力 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如果没有蔡林海等一批专家 这些攻击将完全尘封在历史中 他和他的队员们 几乎一步不差地走完了全程 那您当年考察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条路走的 对 我们考察的时候 就是说每一步 就是说都是顺着这个船程 就是一直给走 全部走完 因为每一段都要做测量 只能是就顺着豪线走 你不能走至这些 不能绕过它或者是图形去 我们直接性全都是顺着豪线走 是这样 所以说当年沿着这个路线走 是为了更准确地考察到 它的这个宽度 然后深度 还有一些GP 它的具体的走向和 它具体的长度 在考察队中 蔡老师因为体力耐力极强 获得一个绰号 叫做豺狼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 他和其他几位同事 在海拔三千米 高差五六百米的山谷间 上下攀爬 风餐露宿 每一步都要记录详细的数据 经过他们的精确测量 目前已知乐都区内的 明长城土墙三百二十七米 山险墙两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米 豪浅六万三千一百七十六米 总长度共八万六千七百一十五米 那现在数据全都是补充完了吗 现在的数据当年我们做完以后 这是我们人工测量的一种数据 后来他们就在地图上镇头影 它还有一个校正的一个数据 那校正数据出来之后 跟你们当时亲自考察的时候 差距大吗 差距因为实际上差距并不是很大 所以工作做得很细致 很详细的 当时细致到什么程度 我们只要是这个地方 只要一拐完或者哪地方 你明显地看不见了 马上就要做记录 哪怕几米远 或者你看不见了 它就你都要想到没有说 它只要是特征 来讲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只要是不一样 你就要打一个点 就要记录它详细的数据 蔡老师介绍 目前乐都区内长城好钱的状况 并不乐观 如果没有加以专门的保护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 这些好钱在几十年内 有可能消失 只能存在于数据和资料之中 不过能靠自己的努力 让这些隐藏多年的豪欠为人所知 并将它们纳入到中国万里长城的大家庭 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和光荣 传统牛角弓如何制作 刚刚听没听到它的声音 山村射箭赛有何讲究 这是在做什么 这是中间了 搞心啊 狂欢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为节目 长城内外第98集 长城下的弓箭之箱 正在播出 在中国历史漫长发展的过程中 长城内外不仅是战场 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通道 乐都区是汉藏土回的巨居区 这里素有南山射箭 北山跑马的说法 摄制组首先来到乐都区 拜访一位包人倩本老师 他是一位藏族同胞 也是元晋文明的弓箭制作大师 他所制作的传统牛角弓 在整个海东非常受欢迎 我看这个弓的背面 还贴了这个黑色 这个是牛角吗 这是牛角 这是水牛角 水牛角 为什么要在后面贴这个东西呢 水牛角它是主要是 水牛的这个是打磨以后 一个是光滑 再一个是对这个弓壁 水牛这个比咱们的牧牛角细腻一点 牧牛角是糙一点 包老师介绍 青海的牛角宫由早期的蒙古短宫演化而来 清朝时期又融合了青宫稍长壁宽的特点 早期的青海牛角宫都是以牧牛角作为原料 随着南北方商路的发展 南方的水牛角渐渐称为最合适的原料 那这一个弓箭上是需要一顿牛角吗 牛角的话 这是一个弓 必须是一个牛 牛上的牛角 一顿 就是正好是一顿 需要一头牛的 一顿 那它长度一样吗 长度一样的 一个牛的话是长度一样 那这是一顿吗 这两个是一顿 这两个是一顿 那它到时候是怎么 是这样的 打磨好了以后 最后就这样 就这样粘上去的 是这个一样 这是基本上打磨好的这 完了以后就这样粘上去 打磨好的牛角 用鱼镖凹腾的胶贴在工身内侧 外侧还要贴上牛筋 增加工身的柔韧度 这是牛的哪个位置 脊臂 背部的筋 有鼻径的味道 这个是牛 这个筋是比较长 再一个是筋细 像鱼片一样 这个东西 透明的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地方的筋 然后去做这个工呢 这个是它的鼻径是比较 这个是长 再一个是它是细 这个拉力好一点 也是拉力好 也是能增加这个工件的柔韧度 然后能让它的那个速度啊 更快一点 是吧 对对 所以都选择的 好像我看这个传统的工件上 所选用的这个材料 好像都跟这个牛离不开 牛角 牛筋 这是传统的做法吗 对对 是 传统工除了使用各种天然材料 对于工体结构也有严格的要求 木制工梢与竹制工身之间 以损某结构进行蓝叉 最大程度保证工体的韧度 工梢不是吧 这个刚才这个我们看的 这个是台子吧 这个是这个工壁吧 这个是工梢 工梢得要插进这个梢 哦 懂了 就是您刚刚说的 要把木头和这个竹子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是这样的 这个台子上开个卫星槽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插接进去 哦 这个就这样的 哦 这个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体的 不是一体的 哦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工件 是我一直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木头下来的 是一个整体 那其实它是插接的是吧 插接的 哦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传统工艺吗 传统工艺 是当地的传统工艺 是当地的 这个是不管是做牛椒工 必须要有这种插接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是它的这个这个工艺 它是个强度好一点 工体制作完成后 要进入恒温箱 等待鱼胶干头 包老师介绍 过去没有恒温箱的条件下 主要靠自然阴感 气候要相对潮湿 所以制作工艺都会选择在下季 这个是它的这个这个里面 这个是进出了以后啊 一个是它的这个胶啊 这个湿度 温度 必须要化石了 哦 有什么讲究吗 有啊 湿度温度 湿度这个如果是太干燥的话 外面 外面干了 里面不干 哦 必须要外面这个石度 这个它是慢慢的这个 这边这个银感 哦 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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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还有加湿器 嗯 必须要 那这就要放多久啊 嗯 一个多元就行了 一个多元 那是大概维持在多少度呢 我看这个好像保安箱上 没有 这个现在没有用 哦 哦 那用的时候会摆在上面吗 我们现在夏天一般都做是 夏天这个斩牛角 和牛角铺牛角 夏天的话也不需要这个里面放 那即便是这个施力就可以了 干燥好的工体 基本完成了大部分制作步骤 但这距离我们平时看到的工检 还差重要的一个步骤 上工弦 这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一把刚刚制作好的牛角工 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安装工弦 用膝盖顶着 天呀 然后这结束了吗 还没有 我能感觉到这个工件 它崩的这个力度 特别的大 看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平时当中所看到的工件 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你们还记得刚刚没 加上这个工弦的时候的样子吗 它就是那样的 对 其实我刚刚在 看到两位老师上弦的时候 我都是憋着一口气 真的因为它这个工件的力度 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刚刚我所就是质疑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牛角 跟这个木头它所粘贴的地方 会不会崩开 但你看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对吧 然后试试 不行不行不行 一把刚刚做好的反驱弓 拉力的磅数一般在五六十磅左右 接近于三十公斤的重量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难拉开 拉弓时也需要佩戴专用的扳纸 这个刮拳的这个 刮拳以后这个 就这个了 刚刚听了他的声音 这是他第一次上弦 所以他发出一些声音 刚开始拉的时候 行动的时候 他还没醒 这个他这个力度手没大一点 对你看 这个刮拳是这样的 对 你看老师刚刚在拉这个弦的时候 我们可以 老师您再拉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弓的 它那个柔韧度 你看一下 你看 你看它这个整个性的 看看 天哪 包老师说 弓箭以类型不同 分为直弓 反驱弓 复合弓等等 英格兰长弓属于直弓 而青海弓和青弓 是反驱弓的代表 清朝时军队装备的 青弓反驱度要小很多 为了方便作战的需要 青弓一个人便可以上弦 这样一个人这样就可以 这个是这样就可以收了 哦 这是您的这个腿 这个类的 这个刮到这 顶着它 然后这个大腿这个地方 这样 这个往前 这个 就是小腿和大腿一起使劲 一起使劲 这个也使劲 这个手也使劲 这个腿也往前使劲 嗯 但这就一个人就用上去了 可以说了 那原来古代的时候 就是打仗士 都是这样 将士们都是 都用这种反差 比较小的官 弓箭在中国的历史 非常久远 发生在长城上的 各种战事中 弓箭是使用 最广泛的武器 在乡野之间 则是重要的打猎工具 如今 弓箭已经失去了 实用价值 但在青海很多地区 却作为一种 民间体育运动 保留了下来 包老师制作的弓箭 在当地的需求量相当大 那这一个工件 能卖多少钱呀 现在都是四五千块钱 四五千块钱 嗯 哎呀 那我觉得 跟我想象当中 会贵很多 我觉得可能会 对于村民来说 可能这一张工 会比家里的一台彩电 都贵呀 啊 当然贵 对 有些工 这个 你想这个 那北京就造的话 那个奖金 把这些钱上完了 他们都舍得吗 都舍得 因为喜欢这个项目 他就这个 包老师介绍 在乐都区的南山 每个村庄里 都有一个射箭厂 闲暇之余 射箭成为了村民 最主要的体育活动 而到了节日的时候 各村之间 经常会举行射箭比赛 射箭的话 这个是村与村之间 搞个这个是比赛 嗯 增加这个 这个是村与村之间 这个是村民之间的 这个关系 不是拉近人 现在就是村与村之间 一个交流的一种方式了 最好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好 你们从这个 比如说 有点是这个 关系不好 或者是有点 可害的话 一般的话 就是我给你不要亲 你也不可能是要亲我 但是关系好 人家了 咱们两家来 咱们来PK一下 嗯 这个再增加语义 来办一场射箭活动 比赛 然后增加一下老百姓的这种 收获乐 是吧 听说我们采访的第二天 在乐都南山的上阳挖村 会有一场小型的射箭比赛 我们也将跟随包老师 一同去领略射箭比赛的魅力 南山射箭赛历史悠久 这是在做什么 这是中间了 搞心啊 狂欢了 老气福利 谁能拔得头筹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98集 长城下的弓箭之乡 正在过 第二天一早 我们和包仁倩本老师 赶到了乐都区的南山上阳挖村的射箭场 还没进入场地 远远就看到村民已经在歌在舞 你看他们面试在干嘛 面试可对 今天是入场试 入场试和必须跳 入场试必须跳舞 跳舞 射箭比赛之前的舞蹈是一个惯例 主队的村庄通过跳舞已是欢迎 前来做客的村庄 则要加入进来表示感谢 这原本是藏族村庄之间的笔箭习俗 因为气氛热烈奔放 周围的汉族村庄也争先效仿 现在只要是有比赛 无论汉族藏族都能跳起舞蹈 今天比赛的双方是本地的上阳挖村 和海东射箭协会的退休老干部队 别看都是些老人家 他们也都是从小玩着弓箭长大的 水平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不过他们手中的弓箭 却不是传统的牛角弓 我是看到他们现在好像用的这个弓箭 全都是这种现代化的这种弓箭 现在呢 因为冬天那个传统过 冬天不好使 现在像您做的那种牛角弓 牛角弓 冬天不行 冬天不行为什么呢 这个容易裂 容易裂 那就是说现在都是用这样的 那夏天的时候您会用这个牛角弓吗 夏天比赛的时候就牛角弓 那您觉得这个弓和牛角弓 哪个用起来更舒服一点呢 舒服是这个舒服 这种舒服 拉给你捏一点 什么 那种这个是冬天拉的话 把手太重 太重拉不动 现代弓一般有碳素或塑钢材料制成 对环境的要求比较宽松 弓箭更加轻便耐用 价格在2000到3000元不等 比传统牛角弓要便宜 包老师说 现在每个村民家中都有一张牛角弓 一张现代弓 可在不同场合下使用 简单的入场事后 比赛很快开始了 乡村建长的长度一般在75到85米不等 比奥运射箭比赛的70米的长度 还有圆5到10米 从射箭点看上去 箭拔只是一个小小的白点 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是海东队的第一个人 就是开工艰手 就是决议相当好的 本来是全队里面是最好的 第一次 就是队里最好的 就是能力最强的 要开第一攻 对对对 每个队第一名出场的选手 被称为开工手 第一剑的好坏 决定了整场比赛的运气 海东队开工箭手的第一剑拖把 成绩并不理想 轮到上阳八寸的开工手 在队友的呐喊声中 他稳稳地射出了全队的第一剑 中把之后的舞蹈庆祝 是南山射箭的独特习俗 每当有攻手射中把盘 射中者一手举弓 一边大声呼叫冲向进场中央 其他队友欢呼去月紧随其后 异口同声 踩着同样的步伐 将剑手迎回队列 开工手射完第一剑后 双方队员两两出展 两人交替发两剑 是否着剑拔 则由剑拔出的信号员举其示意 最后统计成绩 中把多者获胜 乐都南山地区的射箭活动 由来已久 明正德四年 一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湖地区劫掠 原来注目于此的藏族部落 被迫迁徙到青海东部 其中有一支名为 红茂尔番的藏族部落 尤其善于射箭 据西宁府先制记载 红茂尔族沙舟翻野 后迁西宁在外善射 红茂尔番迁入海东地区后 与当地部落融合 将其高超的射箭技巧 交授给了当地人 并大大相传 一直延续到现在 形成了海东 汉 藏 土 回 各民族 人人善舍 户户被剑的习俗 前一天 我们刚刚认识的 弓箭制作师傅王靖元 也是上阳挖村人 家里世代制作弓箭 不过今天他的射术 差了点准头 王师傅的两剑全部脱靶 在南山射箭的传统中 如果有人连续不中 队员会发出低吼 以示鼓励 一旦再次射中 会抱以更热烈的欢呼舞蹈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舞蹈 为了射中靶心之后 为了庆祝用的 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整场比赛已经进行了快两个多小时了 但是他们的情绪还是力气非常的高 好 这个我通常其实从两天都不接动队 两天了 虽然是在冬季 但双方队员的热情都很高涨 包老师也受邀加入了比赛 包老师不仅是弓箭制作大师 也是海东地区知名的剑手 获得多次比赛的冠军 虽然不是上阳挖村人 但他也要与海东射检协会的剑手一决高下 第一线包老师给你的压力很大 怎么说的 破跑了 怎么搞的 包老师有点紧张 也许是面对镜头有些紧张 或是对场地不太熟悉 包老师的两件 只有一件射中把盘 刚刚怎么发挥的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这个距离没掌握好 距离没掌握好 距离没掌握好 这个靶心是能有多长的距离 现在是他这个靶场是七十一米 我按照八十米的时候 距离就打高了 打高了 就是穿过靶心了 靶头 对我还以为你今天可能是见到老队友了 有一些紧张 没有没有不是紧张 不是紧张 就是住这局里没掌握好 因为是这个铲子我没设过 不知道 您这是第一次来这生年 对对对 乖不得 包老师说 射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 既强调手眼脑的协调 又考验心理素质 任何一点小细节的疏忽 都可能造成脱把 再优秀的剑手也不例外 上午比赛接近尾声了 虽然上扬蛙村的剑手开局的气势凶猛 但在后城 竟被海东射箭协会的老年人们渐渐反超 比分落后 包老师的对手马扎西 是海东射箭协会的第一剑手 练习射箭已经三十多年了 也是这支队伍的教练 您看今天这个比赛的这个战况 和您自己悄悄地评估一下 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老干部这个战队 那个技艺更熟练一点 他们经常练的 他们是同志里面和经常练的 闲了这两天射箭 下一个就射箭 这一次就愿意 第二天就可以射 我们就是经常射 上班的人六点 走上六点 像每天上班一样 上班的人有问题 走上六点去 睡到八点就上班去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已经工作的 上班的 然后会更早一点 起来训练 晚上 到八点 一天成全一个四个小时 最少的 马扎西说 老人家因为比较清闲 练习的时间更多也更刻苦 再加上儿时打下的好基础 所以成绩不错 他们这支队伍在青海省的很多比赛中 都取得过名次 上午的赛事结束了 比赛将在下午继续进行 接下来就是午饭时间 包老师说 在老传统中 射进比赛的午饭和晚饭 也有很多讲究 这个是黄色比赛的时候 我和你们两个是PK的时候 完了以后 我就请你到我们家去 就是当时比赛的时候 两个人是可以说是对手 对手 然后就是村民就是请对手 去家里吃饭 对对对 乐都南山射箭的传统 极为重视招待客方建首 当地人称之为制宫馆 其中又分为单制和联合制 单制就是将自己对手 单独邀请回家吃饭 联合制则有几个建首的家庭 联合在一起邀请客对建首 这面孔都很熟悉啊 这都是刚刚我们在靶场上 见过的这些 哈喽 你们好 这是我们中午都要在一起吃饭了 是吗 对 这边就是我们的客人 就是海东来的 然后这边就是村民 对对对 然后就分开了 都在一起吃 一起吃 炸油散子 蒸馍馍 都是必不可少的事物 除此之外 还要是宴行规模而定 是否要准备凉菜扒盘 热菜扒盘 一场公馆的准备 甚至不亚于过年 饭菜是否丰盛 则体现了主人的生活状况 和热情程度 双方都非常重视 不过近几年 随着外出物工人口的增加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虽然传统的礼节还在 但是宴席的规模和步骤 都做得精简 我看你们好像 就是今天这个村子里的 这个战队 好像成绩不太理想 是吧 是有一点不太理想 脱把了很多次 而且我发现你们 好像是你的这个技术 还可以 我看了一下 大概看了一下 好像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技术 好像就没有这个老一辈的 那个技术更熟练一点 这位小伙子名叫徐显涛 今年三十岁 平时在西宁打工 他对我们说 上阳挖村是藏汉杂具的村庄 目前有五百多人居住 这里距离省会西宁 只有两个小时路程 公路畅通 村中大部分人都外出武功 平时几乎没有训练 但很多人心中 还是没有忘记射箭 只要有时间 一定还会回来参加射箭比赛 比如说村子里有这个 射箭比赛了之后 就是家里人会给你打电话 然后你就回来了 还有没有时间的 有时间的机会 是这样啊 那你们都是吗 都是只要的 村民们说 上阳挖村过去种植 小麦 油菜 收入以农业为主 他们年轻的时候 射箭比赛都在夏天 农闲时节 绿意盎然 男人们在明媚的阳光里 鄙视剑法 围观的村民 山呼海啸 现在这样的景象 已经见不到了 很多耕地 都是老人在耕中 年轻人相聚的热闹场面 只能在春节时 才能看到 到那一会儿的时候 年轻多的时候 那时候才热闹 比这时候热闹多了 怎么热闹 春节的时候 这世上把呗 全部人上去跳舞这边 然后中午吃完饭了出去 在那儿玩 跳舞跳完两个小时 然后再开始 年轻多 在这楼 都是岁数大的老年人 没人跳 2008年 乐都南山射箭 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随着现代生活的冲击 这项活动越来越老龄化 老人们的水平 普遍强于年轻人 在他们眼里 射箭不只是一项 民间体育运动 更是一种 古老的交流方式 原来就是 我们这个是 村子村之间 酒精平台 否则就是说 老人的话 是组织 射箭这个 主要是个平台 年轻人之间的话 互相只是说 说个亲爱 都存在 这就是互相交流的 这个平台 变成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了 然后就一直延续下来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叫传统 社交流 直接说传统里面 都一直下流 那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包括 我们现在所吃的 这一桌子菜 然后包括是说 这个对方 这个对手 然后请 请我们来吃饭 也是一种交流的 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传统 地处长城脚下的 南山射箭 之所以能几百年不衰 不仅因为它是一项 强身健体的民间体育项目 更是因为 它融合了游牧文明 与农耕文明的文化特征 承载了文化和物质交流的内涵 这也是长城文化的一种展现 我们也希望 这项运动能够在大山里 保留原味 永远传承 带给当地人最纯粹的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